喂喂喂,王的女人,谁敢动 作者,拈花惹笑,拨奖,一刀苏苏,一种侃侃,后期,鲜血 第194集 不料,玉京风竟然一挥手,沉声道 来人,送九儿小姐出门 是 王府一众侍卫,一拥而上 龙十一,龙十二,首当其冲,将凤九儿护在身后 你,你们,你们,这是要造反吗 容皇后,气得连指尖都在发抖 这该死的玉京风,三番四次忤逆她 真当她,拿她没办法吗 来人 皇后,这里是阿九的地方 宁太后,已经冷静了下来,看了玉京风一眼 玉京风看着龙十一 送九儿小姐出去 是 龙十一和龙十二含首,亲自送凤九儿出门 凤九儿是一秒钟都不想继续待在这里 既然连太后都让她走,那就更加的非得走不可了 虽然还是不明白 宁太后知道她母亲是龙非燕之后,为什么会激动到这种地步 但,这些事情大概跟自己关系并不是太大 她并不是志在朝堂,更不是志在后宫 这些宫里的人,能少接触便少接触了 接触多了,没准会飞来横祸 走出九王府,龙十一轻身行礼道 九儿小姐,抱歉 王爷今天一早进宫面圣了 若是王爷在,定不会让皇后如此嚣张的 没事,她毕竟是当今皇后 没什么必要的话,你们也不要得罪她 虽然九皇叔不怕皇后 根本连皇后都没有放在眼里 但不管怎么样,她是南门一族的掌权人 正如她所说,没什么必要 就不要得罪闹僵 闹僵了,其实对谁都没有好处 龙十一是清楚这个道理的 王爷不在意 他们这些身为属下的 自然得要多一个心眼 只要皇后不是太过分 他们还不至于对她怎么样 当然,踩到底线的事情除外 九儿小姐,你稍等一下 车夫正在将马车驶来 因为凤九儿离开的决定有点仓促 所以这会儿,马车还没有赶到 不过,该是快到了 凤九儿却摇了摇头拒绝道 这里离帝国学院并不是很远 我自己走回去便是 坐九王府的马车回去 太过于招摇 她从来不喜欢做招摇张扬的事情 龙十一大概明白她想什么 又问了一遍,还是得到拒绝的回应之后 才随她去了 九儿抬头看了天色一眼 立即和龙十一别过 走在路上 走大拐角的地方 还是忍不住回头 看了九王府的大门一眼 宏伟 庄严 气派非凡 一如她的主人 昨晚和九皇叔的点点滴滴 回到心头 心情忽然就惆怅了起来 他是九王爷 当今摄政王 位高权重 自己与他这般亲近 也不知道 是好是坏 终于还是收回目光 转过拐角的路口 不料一抬头 竟然看到一抹修长的身影 闯入眼帘 她站在树下 不知道站了多久 身上露水很重 尖头的衣裳还是湿的 一头银色长发 碗在脑后 始终是那么萧索冷然 只是在微风中 却又似乎 多了几分沉郁的凝重 睦睦 九儿一愣 对她的出现 始料未及 你 她走了过去 看着她衣裳上的露水 以及 有点微湿的长发 心情 一阵复杂 你 为什么会在这里 你在这里 站了多久了 从你昨夜 走进去开始 我便站在这里 木暮言辞中 没有半点责备的意思 只是很淡 淡得让人猜不透 她这一刻 在想什么 无妨 只是最近突发的事情太多 怕你一个人在外面不安全 所以 想等着你 再一同回去 毕竟 那个霹雳弹 很明显是冲着她来的 谁也不会知道 第二个霹雳弹 或者是第二场谋杀 什么时候会来临 只是没想到 她往九王府的方向 看了眼 目光比一贯的时候 还要淡漠 没想到这一等 竟然就是一夜 木木 我 我和九皇叔 九儿不知道 该怎么解释 可是又潜意识觉得 不需要解释什么 木木 谢谢您的关心 我没什么事 以后不要做这种傻事 不管有什么事情 我自己可以应付 她终究是没有解释 是因为觉得 解释对她来说 太多余吗 木木 眸色微微沉了下 眼底的暗淡 只是一闪而逝 便与她 一起往帝国学院的方向走去 凤九儿走在她的身边 她果真是什么都不问了 倒是这样 让人莫名有点不安 木木对她太好 但她如何才能让她明白 她对她 真的只是朋友之一 不 比起朋友 更多一份 犹如亲人一般的牵挂 只是 这和她所说的 未来娘子什么的 毫无关系 她的身躯 依旧是那么高大 走在身边 很有安全感 只是这样的安全感 有一份足矣 再来一份 便显得多了 木木 你 你和九王爷一起了 她忽然问道 这淡然的问话 将她未出口的话语 全部都堵了回去 不是 凤九儿立即否认 但又觉得 自己这样否认 是不是给了她 什么错觉 她道 木木 我不知道 我对九皇叔 是什么感觉 我好像有很多的想法 自己到现在 还没有弄清楚 不过 她深吸一口气 才缓缓到 不管我和九皇叔 是什么关系 这都不影响 我和你的相处 木木 我对你没有那种意思 嗯 九儿以为 自己需要花很多的功夫 去说服她 可是 恩 什么意思 倒是木木垂眸 看着她 淡淡笑了 类似的话 你是不是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是我 给你压力太大了吗 她笑起来的时候 白发如霜 却又俊意无双 很好看 却始终让人猜不透 她在想什么 九儿不知道 她这话里是什么意思 但有些事情不说清楚 拖泥带水 绝对不是好事 我现在 不想感情的事情 不管是你 还是和九皇叔 我都不想 你知道我的志向 好 既然这样 我们都不要想了 木木指着前方 看到这条路了吗 回学院的路 看着平顺 事实上 你知道她藏了多少杀机吗 九儿张了张嘴 忽然脸色一沉 又气又无奈 你知道还走进来 找死吗 还不快撤 我请问你 我认为他在宫团的地方 テーマ 我认为他在宫团的地方 你认为他在宫团的地方 我认为他在宫团的地方